洪青梦云 大大回来了 傻书生 严大人呢 严大人等了你许久 也不见你回来 他朝中还有事 便先回去了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傻书生 你不会是 和武昭仪吵起来了吧 此事说来话长 咱们还是进屋说吧 什么 三日时间 这怎么可能 咱们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是啊 武昭仪这么做 分明是给你压力啊 他给我压力 也是给他自己压力 没办法 我要和他站在 同一套战线上了 等我们吃完了晚饭 再去一趟大理寺 我觉得 应该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完了完了 锅里的饺子 哎哟 那个 抱歉啊 光顾着说话了 都忘了锅里还做着饺子 就委屈你们 把饺子 当饺子汤喝了 不怪你 我也没想起来 这吃饺子和喝饺子汤 不都一样吗 不都一样 傻书生 你怎么了 是不是失望了 我知道了 大大 你知道什么了 这药丸的道理 跟这饺子是一样的 刘太医在此前说 他服用了 去风丹三个时辰 而曾泉 吴大人和王福 服药后爆炸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的 用水把丹药服下去 在胃中溶解 三个时辰 也正好是溶解的时间 如果这药丸里面 藏着火药 你是说 这里面的火药 会在胃里面呈现出来 就如同饺子 煮的时间长了 皮自然就破了 里面的馅儿 就会出来了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三个时辰之后 刘太医便会口冒白烟 发生爆炸 里面包着火药 那什么火药 能在胃里爆炸呢 世上有一些矿石 投入到水中 便会发生爆炸 有一些道士炼丹的时候 也会用到 而胃里面有胃液 在皇帝内经里面 早有积攒 这么说 是药丸里包着的矿石 让人爆炸的 只有这个可能 死者只服用了十颗 数量并不算多 究竟有没有 如此大威力的矿石 我现在还不确定 我可以试一试 试一试 没错 我现在就去一趟药铺 买一些道士炼丹 食用的材料 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狄大人 蒋大人也发现 药丸的秘密了 人家也正打算 买这些东西 回去做实验 可是这间药铺 只有石灰粉外 我正打算 去大点的药铺找找 不如狄大人 一起吧 好 蒋大人 我也怀疑药丸内 包着可以燃烧的火药 便去不同的药铺 寻找石灰粉 没想到碰上了狄大人 不错 看来这次我们是想到一起去了 龙金 你端一盆水去院中 在屋里不安全 嗯 你端一盆水去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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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一碗石灰粉都没有燃烧 更别说那小小的实力药丸 再试试这个银瓶黄吧 药铺的老板说 这是炼丹最好的药材 不行 全都不行 没有一个是有效的 大大 那火药是不是乾隆王 找人特殊配置的 蒋大人 京城有没有制作火药的高手 天机堂有一位叫方昭的术士 研究火药数十载 兵部的火药也是他所提供的 蒋大人 可否带人杰去见一下方昭 好 明日请狄大人到大理寺找我 我带你去见方昭 各位 昊晨先告辞了 蒋大人慢走 大大不是怀疑 这蒋昊晨与乾隆王有关吗 为什么还要相信他呢 是啊 自从上次 咱们追捕乾隆王失败以后 我就越看他越不像个好人 我只是怀疑 但不确定 他查出了去风丹的线索 今晚我又在药铺碰到了他 想必他对爆炸案十分上心 小公主一案中 他也替我们行方便 可能啊 我们真的是误会他了 请 方大人 哦 蒋大人 这位是 这位就是狄仁杰狄大人 狄大人 狄大人是为宫中爆炸案一事来的吧 正是 人家想请教方大人 这世上有没有一种火药 是御水即可爆炸 且威力强大的呢 我跟狄大人都怀疑 是死者吃的药丸出了问题 可能是引起爆炸的原因 死者吃了几粒 十粒 死者是三个时辰后爆炸 很有可能是药丸外面的药 全部溶解之后 里面藏着一种 御水即可爆炸的火药 人的胃力 的确有液体 可是 这药丸的分量如此之小 却又能发挥出如此大的威力 说实话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厉害的火药 二位大人实不相瞒 自宫中爆炸案发生以来 我也觉得奇怪 也怀疑是吃入腹中的东西 引起人体爆炸 我查遍了所有的资料 只查到前朝时 一位道士 发明了一种威力极强的黑火药 只要少许分量 就可以炸毁一栋房子 但这黑火药 需要用火来点燃 可是它进入胃中 那又如何点燃呢 黑火药 点燃 难道这药丸里面 藏着另一种东西 可以同时将这黑火药点燃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 但死者都是 先有口中冒烟 肚痛难忍 很明显 是有什么东西 开始在腹中燃烧 会不会是这药中 有白鳞 可白鳞是见光燃烧 怎么会在胃中被点燃呢 世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 并不代表不存在 狄大人放心 方昭会尽全力帮狄大人 查找更多的线索 多谢方大人 狄大人 听墨语小哥说您来到大理寺 奴才就赶来了 张公公找人杰有什么事吗 是昭仪娘娘找您 狄大人 你就先去吧 说不定是跟案情有关系 火药的事就先交给大理寺处理 有劳了 请 娘娘 狄大人到 快请 请 狄大人到 你看这个 请奏太子终待证 长孙大人辅证 这是储岁良的上表 看来他们连三天都等不及了 难道是有人早漏了风声 他们知道皇上不在阎家殿 长孙无忌在宫中的耳目众多 任何一个宫女太监 都有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 我要让刘喜做内事件的原因 对了 狄大人 案情方面可有进展 目前仍是怀疑 死者在太医署 拿走的药物的问题 这里面 很可能包着火药 火药 正是 只是现在究竟是哪一种火药 还不清楚 大理寺已经在查了 我们现在只有两天时间了 他们是断定皇上不会出现 才拟此上表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 将此上表交给皇上 交给皇上 除非大人能在两日之内 抓到凶手 否则借机携天子 以令诸侯的 就是长孙大人 你想怎么做 皇上遇到大的决断 总是拿不定主意 这储岁良的上表 究竟是何意 就看你我如何引导皇上 皇上 一直对狄大人深信不疑 不知大人 可愿意陪我去芙蓉园走一趟 皇上 昭仪娘娘和狄大人来了 快请他们进来 是 陛下 陛下 这几日总是提起武昭仪 可见思念之气 这下总算是见着了 娘娘 女娘 孟娘 参见陛下 妹娘 朕什么都好 就是你不在 陛下 四哥和狄大人都在呢 他们不是外人 陛下 宫里出事了 是不是宫里 又有人收到乾隆王的信了 不是 陛下别着急 陛下 小王告退 四哥 妹娘 朕刚刚说了 四哥他不是外人 你有什么话 但说无妨 四哥他听了也能出个主意 狄大人 把储岁梁的上表呈给陛下 是 请陛下过目 什么 让朕把代正之军交给太子 可他才十岁啊 楚大人在信上不是说了吗 让长孙大人扶朕 过来 是 长孙大人扶朕 由 那才是 你 没什么 陛下投风阵复发 暂时需要休息 只是他们 见陛下三日未曾上朝 想以陛下并重为由 借机逼宫夺权 上此不忠不义的奏仗 你是说 舅父他有逼朕退位的意思 长孙大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媚娘并不清楚 不过昨天 长孙大人和楚大人 来阎家殿逼问媚娘 让媚娘交出陛下 当时 狄大人也在 陛下 确有此事 长孙大人说过 就算陛下不能亲历朝政 摄政之人 也应该是太子 所以陛下 要尽早下决断哪 下决断 朕如何下决断哪 现在这个乾隆王 扰乱我大唐的设计 本来应该是一致对敌的 楚大人却偏偏在这个时候 搅动内乱 实在是不该啊 陛下 此言甚是 媚娘 朕应该怎么办呢 陛下身体健康 可是楚遂良竟要太子戴政 实在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有谋逆之意 此罪本应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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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念及处岁梁是三朝老臣 陛下把他贬去潭州便可 陛下 此事没有迁及长孙大人 以示陛下的仁慈 以示陛下的仁慈 此事没有迁及长孙大人 如果陛下连这点惩罚 都不忍心的话 那恐怕他们就真的要 媚娘 你就待朕礼赵 将楚遂良 流放谭州 你确定陛下已经离开了皇宫 刘喜公公以前是老夫的家奴 他不会欺骗老夫的 五昭仪看了你的上表应该害怕 逼着皇上回宫 即便不能 也要杀杀他的威风 绝不允许这个女人忽来 他想控制皇上 卫免也太天真 刘公公 可这发宫 证天成运 皇帝诏曰 楚遂良上表言辞之中 对朕多有不敬 朕现今龙体安康 乃因小吉休养数日 楚遂良便请奏由太子戴政 实乃有逆反之心 朕念楚遂良乃是三朝老臣 免其死罪便为谭州都督 亲此 这 这可是皇上的指引 刘公公 你曾是楚大人的家仆 你可不能戏弄答案 丈孙大人 您这是什么话 奴才如今怎么说 也是陛下宫中的总领太监 内侍剑的主管 怎么可能欺瞒诸位 楚大人 接旨吧 陛下说了 让你今日便启程去谭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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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奴才留喜参见昭仪娘娘 事情办得如何呀 回娘娘 楚大人已经被送往潭州了 公公快请起 这次真是有劳公公了 刘公公立了大功 媚娘会好好赏公公的 娘娘言重了 奴才只不过是跑跑腿而已 怎敢鞠躬 娘娘 您可真是高明 您让奴才去跟楚隋梁 透露皇上离宫的消息 他知道了以后 还真忍不住上了一表 楚隋梁性情耿直 脾气又冲 他这么做 不稀奇 小公主被杀时 媚娘孤立无援 当时多亏了许大人的帮助 媚娘还未曾答谢许大人 赵姨 赵姨言重了 楚隋梁被贬潭州 她的职位就由你来做吧 许敬总 多谢昭姨娘娘提谢 许大人请起 谢谢娘娘 娘娘 赵统领托人带来一封信 要即刻交给娘娘 赵统领托人带来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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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喝了 走 来 達大 好像是楚遂了呀 他被贬去了谭州 我敌人节只不过是一颗棋子 你别喝了 你看他 来 带带 墨宇陪你 世间事总是分辨不清 也纠缠不清 但求一罪 一个没拦住 还又搭了一个 好吧 那我也担求一罪 来 狄大人 你喝醉了 处岁粮被贬 如同斩去了长孙无忌的手足 什么三日之月 现在没有人可以威胁娘娘了 娘娘还找人家来干什么 嗯 狄大人 嗯 皇上也收到了秦龙王的信 什么 祝上 真的要杀掉皇上 楚岁粮被贬 朝中动荡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况且 五妹娘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再等下去 我怕又会多了一个敌人 我算到了王皇后长孙无忌 敌人节 却漏掉了这个女人 属下也没有观察到 在属下的心里 一直以为她是个软弱的女子 居然大臣们对她趋之若鹜 各个巴结凤眼 主上 要不要先除掉她 不 五妹娘与敌人节一样 还有利用的价值 现在朝中 能制约长孙无忌的 只有五妹娘一人 待到皇上死后 她必密不发丧 筹谋不止 这也正好给了我们行事的时间 崔大人明日便到长安进宫述职 军中各要职也都换成了我们的人 到时候 你们与崔将军一起里应外合 完成大统 待我坐拥江山之使 除掉一个五妹娘 还不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主上 倘若敌人节 查出爆炸的原因 救了皇上怎么办 敌人节就算再有本事 现在也只有三个时辰的时间 我料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娘娘 陛下 敌人节 朕也收到乾隆王的信了 陛下莫经 敌大人和妹娘会想办法的 三个时辰内传闻于乾隆王 否则尸骨无存 我与陛下在园中散步 回来之后便发现了这封信 皇上 我已叫人严加防范 侍卫说没有见人来过 陛下 你可曾吃过什么东西 吃过什么 青山起来有点感染风寒 刚刚吃过了 从宫里送来的驱风丹 什么 陛下也吃了驱风丹 糟糕 因为楚大人的事 我都忘记跟陛下说了 说什么 这驱风丹内很可能藏着火药 陛下 你可确定 还不确定 但十有八九 已经有这个可能性了 张茂 拿水来 是 陛下 一会儿张茂拿水来 你一定要极力地呕吐 陛下 娘娘 现在问题是否出在药上 还不敢下定论 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要只剩不到三个时辰的时间 人家会尽快找出答案 想办法救陛下 狄大人 我得在这里陪陛下 所以一切就靠你了 放心吧 媚娘 陛下 不怕 严家放手 是 不怕 陛下 徐家 是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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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陛下 不怕 不怕 来 傻书生 大大 怎么样啊 还是毫无头绪 方昭是大唐的第一制药高手 就连他也找不到吞下去 就可以爆炸的火药 现在还剩一个多时辰了 如果皇上真的 大大不是说 武昭仪让皇上把药给捂出来了吗 但谁都知道 吃下去的东西 根本不可能全部吐出来 况且 这个药的威力难以想象 更可怕的是 如果这问题不是出在药上 这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呢 要是陆红尘还活着就好了 他能制造出捏死我的温柔 说不定能解开爆破之谜呢 捏死我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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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痛 肚痛 怎么了 大大 你想到什么了 墨月 把那个炸毁的衣物拿过来 这是什么呀 好像是什么矿石的粉末 难道是火药残炸 不 是宝石 宝石 没错 身上佩戴的宝石 宝石如此坚硬无比 却可以被炸得粉碎 难道 好 不好 快去救皇上 还听那么多幟 蝙仁营 队戒 震真是� 那个员 你大勃 这也是 是 马上 没有 要有 これ 爹人姐 你还不快点救救朕 等等 好 救护下 走 快快 快 保护皇上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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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娘娘 皇上呢 娘娘 陛下 人家有负所托 不要她的 抵人姐 有罪的是乾隆王 并非嫡大人 嫡人姐 接下来朝中必有大乱 媚娘还需要嫡大人的帮助啊 是啊 傻书生 你要振作 长孙大人 公主现在纷纷传言 皇上已经被乾隆王炸死了 咱们怎么办 只是传言 现在那时间没有正式的福告 等福告下来 恐怕假的传位遗诏也下来了 长孙大人 咱们还是一同进宫 向武昭仪问个究竟是啊 就算逼也要逼出个究竟来呀 舅父 皇后娘娘 陛下 是不是真的已经 舅父 忠儿是太子 若是陛下 舅父 舅父 你一定要用力 忠儿继承大统 王家与长孙家同气连枝 舅父 你一定要帮帮本宫 你一定要帮帮本宫 你一定要帮帮本宫啊 明日便是老臣以武昭仪的三日之约 既然老夫已经答应了他 一切等到明日再见分宵 到时 倘若正是皇上真出了事 老夫便要治武昭仪 以乾隆王串通死罪 再用力太子登基 一切但凭长孙大人做主 不 怎么样 奴才已照娘娘的吩咐 把消息都散出去了 长孙无忌那帮老臣 正在中书省商议呢 听说皇后娘娘也去了 你先退下吧 是 你确定可以应付得了长孙无忌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现在一切就看乾隆王行动的速度 你我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昭仪娘娘 娘娘 人间 陛下如何 严大人 陛下她 陛下她 已经病天了 好 严大人 陛下 严大人 快快请起 此事万万不可泄露 以防有心之人趁机作乱 是 娘娘 有何打算 我也正在和狄大人商量 当务之急 是抓到乾隆王稳定朝廷 还请严大人 无论如何 也要保密 是 是 是 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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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参见主上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 属下 记住了 记住了 清子 我知道 你对敌人杰有情 但是 她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 记住 做大事 就不要考虑那些儿女情长 去吧 去吧 是 主上 你是要亲自 去杀了敌人杰 你不是说过 等你当了皇上 需要敌人杰来协助你 治理天下吗 敌人杰这个人哪 太聪明 太聪明的人 往往不好控制 用完了 就该舍弃 主上英明 你 我交代给你的事情 都办妥了吗 办妥了 已经和安插在军中的自己人 通了风 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 好 那 今日就去找崔大人 告诉他 明日入宫 是 属下这就去办 你 你 你别怪我蒋后臣不仁不义 你 我不会像敌人杰那样 等着被你用完机器 我只会坐手 渔翁之力 你呀 好 杨之力 起来 除我之外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从今以后 蒋后臣就是乾隆王 Perfect 才算 ми 双臣